請撒基努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你好 平安 我是被情熱的重症 我叫撒基努 撒基努好 我老婆突然有一天說 老公啊 我們下個月要不要去一趟屏東 因為我想說我住台東 你住南投我們去屏東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我們就去玩 逛逛老街 順便那邊好像有一個新的親戚 我們去跟他接 新的親戚 新的親戚 對 新的親戚 走紅了以後 親戚如雨後春春一般 是你阿姨 對 就想說好吧 要不就去吧 就去 莫名其妙就到了一戶人家這樣 結果進去了我就看到 這個不是那個誰誰誰嗎 對啊 他們從南投過來 對啊 反正你就坐著就對了 然後欸 莫名其妙喔 什麼意思啊 這個就我老婆的親戚 然後他要去屏東去談一場婚事 然後對方就說 你們那邊就是有沒有什麼 比較厲害的什麼議員 或者是可不可以下來 跟我們這邊的 有影響力 對 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過來跟我們談婚事 就找我囉 被騙去啦 對 有一點那個感覺 被老婆騙去啦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談 待會我們那個聘禮啊 要什麼 好 好 然後我就過去跟我老婆說 老婆你這種事你應該 先早一點跟我講 對 對 然後他說 喔 你是我老公幫忙一下 不行嗎 喔 是這樣來的 來購買 我是OK 可是你可以先跟我講 再來就是這個 你是藝人 所以你來主持 哇 這個厲害了 我每次過年回去的時候 我媽就是長輩 他們就會開始就說 兒子啊 你那個初一 你要去那個 那個成家那邊 他們剛好滿月酒 喔 滿月酒好 可以啊 然後再來除了那個誰 那個舊公的那個子女啊 結婚 那個我們也要去 因為爸爸不在了嘛 是 要有代表啊 你代表 然後我想說我上面有歌 為什麼他不能代表 沒有 他們就喜歡你嘛 你去人嘛 然後那個初三有沒有 那個誰的那個有沒有 他們家興趣落成你也要去 有 我想說好 那就OK 反正就頂多就包個紅包嘛 好啦 那就去啦 然後像那個滿月酒 滿月酒要有主持人喔 然後我在那邊等 然後他就在那邊cue 主持人你可以上來 他那個眼睛這樣看 主持人 他就一直看 我就閃了 就你啦 閃給你 我就上來了 主持人你可以上來 主持了一個滿月酒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就OK吧 那我們就祝福這個小朋友以後 今天看看 小朋友的名字都不知道 什麼之類的 好啦 然後完了之後 然後我說 這個滿月酒也太過分了 怎麼我一上去主持 就不要想那麼多 就開心嗎 好 第二天 是不是那個舊公的 那個子女主要結婚 結婚的 去啦 我們那個主持人 主持人在哪裡 喔喔喔喔喔 眼睛又來了 眼睛又來了 我還在包紅包而已 他就Cue我了 他說 兒子啊 他還叫你啦 又我 所以 是我囉 好喔 對啊 一不然這樣還有誰 好不好 我就主持了一場四個小時的婚禮 一三天是自由新居落成 新居落成 我就想說 不可能再Cue我了吧 我在那個門口等 我就不要進去 會怕囉 我就不進去了 已經一個PDSD囉 對 然後他們表定是12點開桌 我在那邊等了半小時 12點半 還沒開桌 好 結果他們就上來 那個主持人在哪裡了 又在場 又在場 有看到Sakiru 把他Cue他一下 他上台 Sakiru遲到半小時囉 我上去啦 我要主持 洛杉磯 以前 以前你被欺負是誰幫你的 對 來囉 這個是 我小時候四歲就來北部 然後北部讀書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種原住民身分的人 很少 然後所以我們通常都是被欺負的 那個標榜 怎麼覺得你不一樣 對 他們會弄你 你說那麼黑啊 你這個黑會不會傳染 我說你黑 你覺得怎麼黑 小朋友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那個口雲 然後他們用詞都不會休息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常常被霸凌 我有一個同學 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國小 國中都是同班同學 所以他那時候都會見義勇為 就是過來幫我打劍 或者是跟同學打架 然後就都很好 然後一直到國中這樣 我們就是一路這樣就是 有人欺負啊 然後我就幫你幫你這樣 大家都出社會之後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 他不知道是透過那個臉書 然後就打那個短訊電話給我 然後我看到他 我也找他很久 然後他說你現在有沒有空 我說真的是你 然後對啊 我現在在某某餐廳 你可不可以過來一下 我說可是我明天 可能一大早要拍戲 他說你怎麼可以講這樣 你要想當年我幫你挨了多少拳 我幫你挨了多少個罵 好像要去這樣子 偷那個木瓜 誰先跳的 是不是我先擋在你前面 哇塞 我想說哇 那個時候的畫面 全部啪 啪 啪都會出來 可是他打電話給我是12點 然後我明天是4點要出版 天啊 哇 怎麼辦呢 還是得去啊 哇塞 我當下這麼多拙啊 然後Q出來 你看我的同學他拍電影 即便他拍電影 我只要一通電話 他還是看得到對不對 大家都看得到啊 然後我就過去 然後就一桌一桌足足的喝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Q說 這個差不多了吧 我明天要拍戲 我知道你要拍戲 我明天也是要上班啊對不對 我們都一樣啊 結果這樣一弄 4點喝到4點 直接去拍 直接去片 尾巴這一段是你自己也愛喝 對啦 抓到 老公幫忙一下不行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他已經不耐反到幾點了 所以現在重點是在於不耐反 不耐反 你知道人在不耐反的時候 你只要針對他講的要求 你給我說 好 立刻馬上做到 立刻加很多分 你平常對他好 可能都不會加分 但這個時候是重點可以加分題 那個媽媽是可以原諒的 重點加分題 因為他最 他最 極度的不耐反 是對於這段婚姻 對 忍很久了 那是診斷 他已經受不了了 他是診斷 隨時可以處理 好嚴重喔 第二個問題是 你是藝人 所以你來主持嗎 我跟你講你一定是一個 人家可能都沒有主動找你幫忙 你就會主動去幫人家忙對不對 你就是因為是這樣 不是人家就是找你喔 不用任何理由 只要想到說 你是一個不會拒絕別人的人 就可以找你 可以講以前喔 你被欺負喔 是誰幫你的 這個人你要記得就是說 他那時候不是在幫你 因為會幫你的 不會這樣跟你要債 他也不會記得了 甚至他不會記得 對 當有人這麼跟你講的 這個人就是永遠不要再來往 因為 他為你做的事情 或是做什麼事 他都會連上一個幫字的時候 你就跟你沒完沒了 有目的的 對啦 不過我們被人家幫的也是這樣 受人點滴必當泳泉宜報 這個也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兇 人是好兇 好不好 好 謝謝 來 好